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而言之就是我终于退伍了好不好 那在今天我要介绍这首歌曲 我在翻译完这首歌曲之后 其实我有在思考 我确定要在我退伍后 第一首要介绍的歌曲 就选择这样比较深沉的歌吗 但我觉得我还是毅然决然的 想要分享给大家 因为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 这首歌呢是来自 《长达潮手》的《青春哀歌》 《长达潮手》这个组合其实非常的新 他们在去年10月的时候 才发现他们第一首的单曲 也就是这首歌《青春哀歌》 那我觉得我跟这首歌 其实还蛮有缘的 因为我是在当兵的时候 第一个我是在当兵的时候 听到这首歌 那第二个我发现 它在各个数位平台上架的那个日期 刚好就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 有点算是在蛮对的时间 让我听到 那我自己呢 在当兵的这段过程当中 其实我听了很多很多的歌曲 尤其是在通勤的时候 大家如果对国军有一点点基本的概念的话 会知道海军陆战队的新讯中心 就只有一个地方 在屏东的龙泉 那我自己本身是台中人 所以来往屏东跟台中的这段车程 其实老实说蛮遥远的来 当然没有办法跟我北部的同梯相比 只是在搭车的这段过程中 就是我一个很好听音乐的时间 我是在三月多的时候 先听到了长达潮手的第二支的单曲 叫做《前行者》 那听完之后我觉得很好听 我就开始找他们 有没有以前的歌啊 或者是我没有听过的歌 才发现他们 其实目前就只有发行两首单曲 第一首就是青春哀歌 然后再来是《前行者》 所以我在听到他们青春哀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真的太有感觉了 尤其那个时候的我又在当兵 所以老实说我在搭车的过程中 我都会听很多不一样的歌曲 但是当我三月多听到青春哀歌的时候 一直到退伍 我的搭车的时间 都是青春哀歌陪我度过的 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怎么不听一点 比较快乐开心的歌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当过兵的人 可能比较能理解我这个心情 就是要怎么讲 当兵的收假日的那种感觉呢 我只能用 寒暑假过晚的开学日 还有连假过晚的上班日来形容它 但是他们都还不足以能够形容当兵的收假日 它是一个更高层级的那种 不愿意不情愿的一种情绪 所以我自己本身啦 我不知道其他人 但是我自己本身 我会想要选择一些比较沉静的 或者是可能一些比较深沉一点的歌曲 在搭车的时候听 因为如果听太开心的歌的话 我会有一种马上要被打回现实的感觉 就是听这样子的歌会让我有一种收心的感觉 就是提醒我 我等一下就要进入营区 我等一下就要进入营区 那我觉得长沙潮手这个组合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开始在YouTube有Cover一些歌曲 那到去年2008年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第一首单曲 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青春哀歌 其实青春哀歌啊 他们自己的解释啦 长沙潮手他们自己的解释是 用悼念的方式来颂扬青春的一首歌 那哀歌它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比较悲伤情绪一点的 那我这边用的英文字呢 是用Ellergy 那Ellergy它其实就是在讲 用比较悲伤的旋律或是歌或是诗词 来纪念怀念这些已经成为过去式的人事物 所以我用The Allergy of Youth 青春的哀歌这样子 那这首歌其实一开始我会这么喜欢是因为 第一个当然是我那个时候正在当兵 那它的歌词啊 前两句就已经告诉我们 推脱者恍惚的终点似乎来得太慢 但是却到得太快 或者习惯瞬间被打乱 我觉得有点像是我那个时候的行径 就是我那时候已经觉得 我可能三月 最快三月才会当到兵 只是在一月的某一天 突然我就接到兵单说 我一月二十四号就要去当兵了 所以我其实已经计划好 我一月二月想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想要分享什么歌曲给大家 可是当兵单来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嘛 你没有办法说我不要 我不要当兵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在当兵前一直有一种 什么时候当兵 其实很想要赶快把兵役这个问题 赶快解决 因为其实四个月卡在那边有时候 会蛮尴尬的 所以我一直期待能赶快把兵当完 可是当真的兵单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的这种感觉 所以就像歌词里面讲的 或者习惯瞬间被打乱 其实跟现在的生活会突然强碰 但是你没有办法因为时间在走 你还是得要面对这些 你还是得要去把你的兵役服完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听到这首歌 我真的觉得好适合来形容我当下的心情 那其实我今天会想要分享青春挨歌这首歌 就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大家觉得青春是什么 有很多人说自己的青春可能要很轰轰烈烈 然后很精彩啊 很不顾一切 这样才是叫值得怀面的青春 那其实在这首歌简介上面有说 好像不遗憾的就不是青春 我特地还是找了青春两个字的意思 那它其实是一个年龄限制的 就是从10岁到24岁 这一段中间发生的事情才叫做你的青春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是 假如我们今天活到70岁了 那45岁发生的事情 或是你45岁的回忆 算不算是你70岁的青春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啊 因为时间一直在走嘛 我们人也会慢慢地变老 可是在你到某一个时期的时候 这个时期以前所发生的事情 在我自己的认知里面 我都希望把它叫做我的青春 因为有我这些过往的青春回忆 造就了现在的这个我 所以我自己觉得青春是这个样子 那这首歌其实就是在 它有说了嘛 我自己听完啦 我觉得它不是在致敬我们的青春 我觉得是在致敬自己 有点算是反方向的来赞美自己 因为过去曾经发生过的这些回忆 这些事情我所做的选择 不管遗憾不遗憾 开心不开心 快乐不快乐 但这是因为我所做的这些 所有种种的决定 才造就现在这个我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 变相其实是在对自己的一个肯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是 不管你今天做了什么样子的决定 或者是今天正踏在通往哪里的路上 当你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所做的这些事就已经成为历史了 就是已经成为你的一部分了 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要去想青春一定要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把握当下的活着吧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当下的你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你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你要未雨绸缪 要想一个目标 要朝一个目标前进 那当然是固然的 可是在当下的你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因为当下的你才是做决定的那一个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让很多正在可能准备前往人生下一个阶段的人听 或者是正在迷惘的人听 或者是突然想到以前种种回忆的人听 因为青春就是这样子 它其实不一定是爱歌 你仔细去听这首歌的话 你会觉得这首歌真的蛮好的 也很谢谢长大潮手能够写出这样子的歌曲来 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分享的这首歌 来自长大潮手在去年2018年10月发行的第一首单曲 青春爱歌 然后最后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大家可能有看到已经可以有那个CC字幕了 但是字幕其实是英文的 其实这也就是我最初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更多的外国人来知道华语歌曲 只是如果你们有看我一开始发的影片的话 其实是用英文来介绍歌曲啊歌手 只是点击率是真的有待加强 所以真的没有办法比我们现在正在讲中文的点击率还要来得高 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指教啦 因为毕竟这是我最一开始最想要做的事情 不只是把中文的歌词翻译成英文的歌词 我也想要把我自己在这首歌所得到的心境心情 来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有了英文的字幕之后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一开始最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欢迎大家多多指教啰 那因为YouTube这个东西其实算是我的兴趣吧 所以目前我还没有办法把它当一份正直的工作来看待 我会用我空闲的时间继续翻译 然后继续拍影片带给大家 也谢谢大家之后可以多多支持一下 好 那就这样子啦 我们下次见啰 See you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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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